中五的同學大家好 我昨天都已經放了兩段實驗片給同學看 這兩段都是一些經典的片 利用Has Law來計算一些我們平時計不到的東西 或者直接用實驗做不到的東西 在筆記中有36.1 就是想大家計算這個NFLP Change of Formation of Magnesium Oxide 不過我們找到的片就是Kalcium Oxide 但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們只需要把本來是Kalcium 在片中的Compound 或者Element的Metal 就換成Malcium 做回相似的東西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重點是實驗的原理 然後我們從這個原理去換一換主角 我們一樣可以計算這個數 現在這段影片我會用Kalcium來做解釋 你可以再看筆記裡面的實驗答案 這樣也可以的 在這個實驗裡 其實它主要都是應用著兩個的 兩個的反應 兩個的反應 第一個反應就是把Kalcium 放進去Hydrochloric Acid那裡 然後進行反應 這個跟之前我們學過的方法是相近的 放進一個發泡膠杯 蓋上蓋子避免熱烈 放一個Beaker 加一些麵 避免熱烈 然後量度 降溫度 加一個攪拌 去做攪拌 那重點呢就是 究竟想一想 在實驗上面哪個Excess 呢 實驗哪個Excess 而在實驗上面 究竟那個 量度的東西是什麼呢 有什麼數據我們需要知道呢 那 無論哪個實驗 我們都是用著 兩個很重要的 概念的 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就是利用 我們量度的 最高 最高的 temperature 的difference 最高 那就是說其實可能你加了東西下去呢 它還會升的 那總之我們升到最高 那那個difference呢 才是delta T 那第二呢就是那個 Specific Heat Capacity 因為我們量度 那個是Hydrochloric Acid 所以呢 我們也是假設 它是水來的而已 那當然你可以找回 那個Hydrochloric Acid 在某個濃度的 Specific Heat Capacity 不過比較上會複雜 因為不同濃度呢 那個Hydrochloric Acid 都會差一點點的 接著呢就是那個Mask Mask就是這個東西 即是那個 水份的Mask 同樣的Density 我們都假設它 是跟水一樣的 那找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另外呢 就要加多一個的Equation 那個Equation呢 就是找一下那個Delta H 在1Mask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1Mask的時候 那我們記住啦 手動加正乎 看溫度升還是跌 手動 然後除回那個Mask Mask Mask是說不Excess 那個Limiting Among 那個 那在這個Case呢 Hydrochloric Acid 是Excess的 而Calsium呢 就是Limiting 那所以呢 除回那個Mask 除回那個Mask 那我們找到第一個 的Reaction 的MVP Change 那我們叫做Delta H1 那同樣呢 第二個的Reaction呢 亦都是相似的 那我們利用呢 今次是Kalcium Oxide 做回相同的經濟 量度上防其他 量度上防其他 那之後呢 量度上連於相同的節件呢 我們找到 Delta H2 那同樣呢 我們也是 強調呢 那個溫度 Delta H2 是Max 基本的差異 而 你不可以 就像mcdelta-t一樣這樣設定 Mod數同樣是Calcium Oxide Hitrochloric Acid是Excess 做回相似的假設 好了,我們找到這兩個數 那現在怎樣去找Calcium Oxide 的NVLB Change of Formation呢 那重點就是 NVLB Change Cycle 現在找的就是 NVLB Change of Formation of Calcium Oxide 所以這條Equation應該是 form 1mol Calcium Oxide from Calcium 和它們的element oxygen in standard state, standard condition 那這個就是Delta HF 那之後呢,我們就想一下 在剛才那兩個小實驗裡面 有什麼是共同的東西呢 那唯一共同的就是 Calcium Chloride 那我們就設定那條的 Equation就 設定了那個NVLB Change Cycle 做這樣 這裡呢,就加了HCl給它 那兩mol不兩mol都問題不太大了 那接著當然有一個HITROGEN GAS 做一個By Product 那在這裡呢,Delta H1 就是那個 我們量度到的 計算到的NVB Change 好,那接著第二步呢 不要忘記 因為呢,有一個HITROGEN 而 在前面那兩個reaction裡面呢 第二個是水來的 所以這裡呢,我們有一個額外的資料是需要 那個額外的資料呢 就是將那個HITROGEN GAS呢 變成水 那所以呢,這裡有一個附加的資料 這個附加資料 就是只需要HITROGEN變成水這個的 那所以呢,可以是NVLB Change of Formation of Water 或者呢 是NVLB Change of Combustion of HITROGEN 雖然它的名字是不同 但是呢,它們在表示同一樣東西的 好了,第二個實驗找到的呢 就是這個 加了Acid 計算到Delta H2 所以呢,如果我將這個NVLB Change Cycle 再整理一下 這樣呢 Delta HF Calcium Oxide 就等於 先順路寫 接著 減回反方向 即是Delta H1 加 我們用回題目比的 就是Formation of Water 然後減回Delta H2 完成 好了,可能你會問了 為什麼我們不可能直接去量度 這個reaction呢 這個Formation of Calcium Oxide 不行嗎 你將那個Calsium 丟到Oxigen燃燒 然後 呃 就這樣 就這樣 減回水 那這樣 可以嗎 將Calsium 然後燃燒 減回水 減回Delta T 那這個 不是都可以 的嗎 但你都可以想一下 這個Energy 的Loss 會不會 或者Hit Loss 會不會很厲害呢 那Hit Loss 其實在這裏 是很厲害的 所以 與其是Loss 得這麼厲害 量度一個不準的Data 不如就拆開做兩部分 加一個附加Data 這樣就可以找到 那個MVB Change of Formation Of Calcium Oxide OK 好 那這個是36.1的實驗 那36.2 一會兒在第二條影片 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拜拜